来看到元旦期间 嘉义一名男子疑似拒绝酒册 被罚了18万元 男子事后呢是喊冤 表示当下其实并没有拒绝配合 是元警一直拿手电筒照他的眼睛 双方爆发了口角冲突之后 警方辖院故意的不进行酒册开单 他强调未来将向警政署申诉 我刚才来也很好的 没有我们在外面说 你说什么我也都配合 没有你到这边啊 元警把男子拦下准备进行酒册 接下来拿着手电筒 往男子脸上一照 警民爆发冲突 男子眼睛被照得受不了了 出手拨了一下手电筒 没想到就是这一拨 双方冲突越演越烈 警方最后放弃酒册 同时开了一张18万元的据册罚单 我跟他说我眼睛会痛 我有闪光 我跟他拍手 他就说我类似洗剧 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是配合他 他要酒册我都说好 我酒册 可是他就是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男子遭罚直喊冤 表示自己当下全力配合警方 是因为元警不断用手电筒 照他眼睛才会爆发口角冲突 男子甚至质疑 警方故意不施行酒册 侠院报复开单 未来要向警政署申诉 警民双方各说各话 法界人士建议民众遇到这种情形 最好还是先配合 如果说民众认为执法的过程 有疑虑或是有不符合程序的地方 只能在事后经由行政出送的程序 来表示他的意见 酒册领检爆发警民冲突 警方到底有没有照程序来 只能等申诉结果出炉才能厘清 借蔡成吴嘉义采访报道